嘿,大家好,我是Stanley 今天咱去羚羊谷和马蹄湾看看 这羚羊谷位于亚利桑那州的Litchie 是美国最大印第安部落Navaho纳网合族的保留地 这Navaho不允许游客自己进去 必须得由他们的巷导领着参观 好了,现在咱就坐在了前往羚羊谷洞口的车上 这一路上全是土路 昨天刚下过雨,还是挺泥泞的 路也很颠簸 这羚羊谷呢,是一岩石表面有波浪纹的条形狭谷 谷里很狭窄 有多窄呢,一会儿呢,你可以自己看看 羚羊谷这名字呢,据说是叉角陵 冬天在这吃草而得名 分上羚羊跟下羚羊 上羚羊在地面以上 下羚羊呢,要爬梯子走到地下去 比较陡,有点辛苦 咱现在去的就是上羚羊 这是纳瓦河相当 他们在进入之前,必须恭恭敬敬的让思想和心灵都准备好 对他们来说,羚羊谷就是大自然的馈赠 是力量的象征 所以啊,这个羚羊谷禁止使用自拍杆 乱扔垃圾和其他不尊重的行为 进入峡谷前,每人只能带一个非常小的包 在欧洲人登上北美大陆之前啊 这里到底有多少原住民呢 专家学者多有争论 从两三百万到接近两千万的说法都有 但不管怎样啊 原住民的数量真的是经历了过山车般的起步 枪炮并军与钢铁的作者戴蒙德认为 自打5月花号1620年在普里茅斯登陆开始 至1900年的将近300年时间里 原住民人口呢 可能减少了90%以上 减少到1890年至1900年间的大约20万左右 对,你没听错 从几百万甚至几千万人口 骤降至几十万 人口骤减的主要原因 倒不像很多人以为的那样 被白人给杀光了 主要还是欧洲人带来了天花 美洲原住民呢 对这种传染病几乎没有任何的抵抗力 那时又没有疫苗 所以损失惨重 当然了 这并不是说白人没有屠杀印尼安人 这不 感恩节马上就要到了 正好呢 借此机会 咱好好聊聊 这感恩节 到底是感谁的恩 是流传甚久的感谢印尼安人吗 相传啊 1620年 5月花号上的朝圣者登陆后 在新大陆生活艰辛 印尼安人教会了他们种玉米 怎样在荒野生存等 为了表示感谢和庆祝丰收 第二年 朝圣者们邀请了约90名万帕诺亚格印尼安人 一起共享火器大餐 于是就有了今天的感恩节 另一个说法是啊 这个现代感恩节实际上呢 是指英国殖民者在1637年 屠杀原住民的日子 在大屠杀之后 马萨诸塞湾州长威廉指定了 感恩节要在所有教堂中保留 以表彰他们对印尼安人的胜利 可以看出啊 这感恩节的来历啊 并没有那么清楚 历史学家的也是争论不休 1621年啊 那次感恩聚餐 主要的目的 其实还是朝圣者与印尼安万帕诺亚格部落 达成了互不侵犯的和平协议 当然了这个协议呢是比较脆弱的 你想想看啊 清教徒来美洲是为了摆脱宗教迫害 是为了在新大陆建立一个梦想家园 印尼安人在新大陆已经生活了上千年了 水草丰美的土地好的资源早就被占了 那这新移民得跟原住民争资源呀 能民冲突吗 要不是因为欧洲移民啊 科技武器发达 可能早就被印尼安人灭掉了 所以欧洲移民呢 跟原住民的冲突不断 特别是到19世纪的西津运动达到了高潮 这就出来了 这是领阳谷的另外一个口 里边呢其实并不长 大致30分钟左右 出来之后呢还得在山坡上走一段路 回到刚才下车的底 1863年林肯首次宣布 美国人应该庆祝感恩节 此时呢正值美国内战期间 显然呀 林肯的目的呢是为了让整个国家团结起来 而不是在内战期间进一步分裂国家 好第二站马蹄湾到了 这马蹄湾从停车场走到悬崖边 这20分钟不近 其实呀 无论这感恩节的真实起源到底如何 1621年双方的确是坐在了一起聚餐 互施善意 气氛是融洽的 摒弃所有过节 我们现在庆祝这个节日的目的 应该只有一个 感谢那些曾经帮助过我们的人 无论是印第安人还是其他人 我们也应该投桃暴力 关怀帮助更多的人 这才是现代感恩节应该承载的正能量 当然了我们也不能忘记 西近运动对印第安人的伤害 西近运动从18世纪末开始至20世纪初结束 历经了一个世纪 这期间 美国的领土从最初的13个州 100多万平方公里 经过6次大的扩张 达到了今天的950多万平方公里 接近建国式面积的9倍 领土的扩张给农业制造业的发展提供了沃土 再加上两次世界大战带给美国的机遇 以及其他一些因素 最终促使美国成为20世纪第一农业科技大国 这马蹄湾就是大峡谷谷底那条科罗拉多河在这儿 形成的一个马蹄形的回旋 还是挺壮观的 西近运动主要是开疆拖土 美国内战第二年也就是1862年 林肯总统颁布了宅地法 规定每个美国公民只要交10美元 就可以在西部得到160英亩的土地 想想看这种便宜得有多少人趋之若鹜 1889年4月22日 著名的俄克拉克马跑马圈地运动就此拉开了序幕 据记载啊 这天有五六万人从全美各地赶过来 大家都站在同一起跑线上 有骑马的驾马车牛车的 有骑自行车的 还有不少只凭双腿的 大家都怀着激动无比的心情磨刀霍霍 等着一声号令后 以最快的速度去抢自己看中的那块地儿 这次活动啊 政府准备了200多万英亩的土地 一万多份 谁快谁就可以得到自己心仪的土地 中午12点一声炮响 注意是炮响 想想看啊 这规模得有多大 男女老少都跟打了鸡血似的冲了出去 什么叫美国梦 内阁年代的很多美国人 是真真实实的看得见摸得着的 实现了一把美国梦 美国的土地呢 就以这样一种几乎不要钱的方式分给了民众 后来啊这项活动一共持续了七年就终止了 原因是呢 这种土地分配方式呢 还是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 包括容易作弊等等 后来啊 政府干脆就改成了以蜜蜂拍卖的方式 继续分配土地了 那政府这几百万英亩的土地哪来的呢 当然是强行以极低的价格 从印尼安人那买来的 所以啊这必然就侵犯到北美原住民的利益 这一百多年里白人和印尼安人冲突不断 特别是十九世纪下半夜 自打宅地法颁布后 冲突规模也越来越大 爆发了一系列的战事 比如菲利普王之战 黑鹰战役 红云战役等 当然啦 最有名的还得属 这小巨角合之战 1874年 南达克他州的黑山发现了金矿 消息传开后 打批淘金客 从四面八方涌来淘金 这黑山啊 它是印尼安人的领地 不少印尼安酋长都在那出生长大 所以呢 他们视黑山为圣山 1868年呢 美国政府和苏族及夏安族都定有条约 明令白人是不可以在黑山定居或是占地 也不能在未经印尼安人许可下善入的 美国本打算呢 向印尼安人购买黑山的所有权 但那是圣山呀 印尼安当然不会答应 后来呀 这冲突越来越厉害了 进入黑山的淘金客呢 不少被打死了 因此 美国政府决定啊 无视1868年的条约 直接给印尼安人下了最后通牒 规定 在1876年1月底前 没有回到保留区的印尼安人 通通是美国的敌人 结果呢 印尼安人非但没有被吓住 还组成了联盟 推举坐牛和风马为领袖 从保留地出来进驻皇室河谷 准备保卫黑山 同时呢 美军也在筹划着一场战役 他们兵分三路 向印尼安联盟进发 想迫使他们返回保留地 其中一路人马呢 是由特里将军率领的 在特里的部队中 就有George Armstrong Caster Caster中校带领的第七骑兵团 这Caster可聊不得 他是西点毕业生 南北战争的名将 决定美国命运的 格里斯堡战役中 他立下大功 是美国人心中的英雄 南北战争后啊 他多次带兵与印尼安人交战 被称为印尼安人的克星 特里的部队呢 在小区角合附近 发现了印尼安人 他认为啊 这个印尼安联盟呢 应该就在这一带 于是他派出Caster 从正面去围堵 他带主力部队 从侧面迂回 包围印尼安人 1876年6月25日 第七骑兵团 遭遇了印尼安战胜 按预定计划呢 Caster应该等大队人马 会合后再发起进攻 但他立马把600人的部队 拆成了三个分队 两队从侧翼包抄 他指挥第三队200多人 从正面直接发起了攻击 这次战役的细节呢 现在已经无从知晓了 因为在大约两个多小时的时间里 Caster的200多人 包括他本人全部阵亡 对战斗的描述呢 都是后来参加过战斗的印尼安战士 其他们子孙的讲述 小巨角合成了Caster最后的战场 一代将星久此运落 好莱坞于1991年拍了 陈星之子这部电影 讲述了Caster的一生 这场战役也给美军带来巨大的震撼 被称为美军对印尼安部落 最惨烈的一场战役 也是军事史上研究最多的战力之一 不少人认为 首先Caster可能错估了形势 或者侦察有误 他没有料到对面的印尼安战士 多达两三千人 十倍于他 否则他会按兵不动 等待大部队的到来 其次他可能轻敌了 想抢头弓 他可能认为 这个印尼安人根本就不堪一击 交手几个回合就得逃走 毕竟他们使用的 还是冷兵器时代的武器 而他本人呢 拥有丰富的跟印尼安人的实战经验 但他可能低估了 印尼安人保卫圣山的决心 所以啊 即使他的骑兵团 并没有携带重武器 他还是冒险出击了 还有啊就是 印尼安人这次 组成了空前庞大的联盟 可能有多达两三千 跟印尼安战士参战 联盟汇集了当时印尼安部落最有名的几个领袖 Sitting Bull 做牛 全美最大印尼安部落苏族的酋长 Crazy Horse 风马 苏族最勇敢的战士首领 Red Cloud 红云 奥格拉拉部落酋长领导了红云战争 指挥者就是做牛和风马 苏族酋长做牛 在幼年时呢 就以御师三思而出名 足智多谋 风马呢 则是以作战勇敢而铸成 Custer呢 也有可能是陷入了做牛的包围圈 据现场印尼安战士描述 印尼安人源源不断的涌过来 把Custer包围在一个山坡上 那也是他最后阵亡的地方 不过 尽管印尼安人赢得了这场战役 第七骑兵团的全军覆没 还是激怒了美军 一年之内 北美最大印尼安部落苏族 还是被美军打败了 并瓦解了 风马做牛红云向美军投降 后来风马做牛相继被杀 红云于1909年 在印尼安人保留区过世 没想到Custer的最后一战 也是苏族人的最后一战 印尼安人被迫离开故土 被感到西部一些比较荒凉的地方 对印尼安人来说 西进运动就是Trial of Tears 他们的一部雪类史 在这个过程中 他们失去了大片的土地 被屠杀 不过今天呀 原住民的生活要比当年好多了 2020人口不差显示 他们的人口经过一百多年的增长 已经接近千万回 今天在小巨角和当年的战场 立有一块纪念碑 上面捐刻着263位战王将军的名字 包括George Armstrong Custer 在当年风马誓死保卫的黑山 也有一巨型印尼安勇士的雕像 这就是风马 他们都是英雄 每年来自各地的人到此缅怀 倾听他们的故事 历史将会永远记住他们 今天我们回过头来 再看看西进运动 尽管有不进入人意的地方 但他的确塑造了现代的美国 打造了美国标志性的符号西部牛仔 也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经典的电影画面 例如荒野大标课 西部往事 羽狼共舞等等 西部的故事就是美国的民族起源神话 是一部创业史 虽然充满了艰辛 但更多的是希望与机遇 总能让我浮想编翩 好了 今天就到这吧 喜欢别忘了点赞 多支持哟 还有订阅我的频道 好 下回见 拜拜